而默克尔被认为比较轻松,去年底还推动欧中投资协定完成砍判。 那么这一次默克尔见拜登之后说,他认为与中国打交道的基础应该建立在美国和德国的共同价值观之上。 而拜登说,当我们看到中国破坏自由社会时,两国将挺身而出捍卫领主和民主。 在民主人权的价值上,两个人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北溪二号千人气管线等几个议题还是有其见,不过拜登说,好朋友也会有分歧。 默克尔与拜登会议会使得美关系出现什么样的发展,来请教张伦教授。 默克尔与拜登讲,欧洲的第一个领袖访问白宫。 这个形式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修复的军措。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德国和中国的关系。 因为德国和中国的经贸力太深,德国呢,还是会在对策划的问题上, 实际上的保持它的所谓的相对的独立性,不会随着华安顿, 完全的这个案的华安顿的这个调子来做。 这德国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会是两个。 一个就是跟中国的关系,一个是跟德国的关系。 所以拜登在这两个问题上会对德国施加压力。 德国呢,在原则上也一定会支持拜登。 但是他至少还会表示出一些不同的地方。 但是大原则上,地缘政治的一些考虑, 德国跟华安顿保持一致,我想这是不会有问题。 然后最后一点呢,麦克尔现在说什么呢? 有他的意义,但是也有他的曲线了。 因为很快他就要离开他的位子。 哦,要卸任。 这个9月份大选之后,他已经注定不会再做总理了。 麦克尔现在就结束了。 结束了。 那么以后了,就不管谁上来, 在对买的政策上一定会更多。